新北市永和符合潮头的联洞民宅 清晨发生大火 起火点疑似从骑楼机车开始向外延烧 波及11栋民宅 34间住家 酿成一死24伤的悲剧 警销已开始着手调查起火原因 不排除有人为纵火的可能 今年第15号台风海鸥下午2点行程 清台海鸥的中心位置在菲律宾东方海面 以目前路径分析直接铺台机会低 外围环流将在14日晚上开始影响台湾 预估北部东半部在周末会出现雨势 在北市宣布不办特招后 外传教育部要求国力的十大附中 政大附中明年得续办特招 目前政大附中研议小规模特招 只招收一班40人 师大附中也提出规划 特招3到5班 总数约90到150人 都希望能跟免事一起放榜 许如云去年11月 与韩国知名SM经济公司广告部高层 崔哉成登记结婚 12日在首尔举行花园婚礼 宴请宾客200人 好姐妹李心杰 杨彩妮 梁永奇等人 都到场祝贺 许如云请友人在台北帮忙发送喜饼 喜饼礼盒以漫画呈现 老公BIG化身超人抱得美人归 非常有趣 新常来拍电视整理报道